美国媒体15日报道 在2023年3月至7月建立国家石油基准 俄罗斯某石油生产商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高管 向彭博社确认有关建立国家石油基准的讨论 俄罗斯过去十多年间一直尝试建立自己的石油基准 但未能实现 俄罗斯石油生产商在位于俄罗斯的Spamex商品交易所出售石油 但交易量一直不足以建立一个被全球广泛认可的石油基准 不过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近期因乌克兰局势升级 令俄罗斯建立国家石油基准显得十分迫切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5月底就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达成一致 欧盟将在6个月内停止购买俄罗斯海运原油 占欧盟进口俄原油的三分之二 并在8个月内停止购买俄石油产品 到2022年底 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减少90% 欧盟集团6月同意迅速讨论如何给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封顶 以减少俄石油收入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俄罗斯官员告诉彭博社记者 围绕国家石油基准的准备工作正在展开 俄罗斯寻求确保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或限制的情况下出售石油 其中一名官员说 欧盟集团企图给俄罗斯石油价格封顶 进一步证明俄罗斯建立独立石油基准的必要性 inici Rank呢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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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